哈囉 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阿湯哥 阿湯中文老師 有些觀眾朋友先幫阿湯哥邊聽邊分享 好 那今天阿湯哥要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好不好 時間過得很快 2024年已經進入到了農曆的二月份了 進入到農曆二月份是不是很快 感覺才剛過完元宵節 過完一個農曆年了 然後現在已經來到了要講解農曆二月份的 十二生肖的月孕室 沒錯 我們常講有注意就開運 那今天要講解的就是 農曆二月份的十二生肖月孕室的下半集 那今天要講解的就是 生肖屬老鼠 屬兔 屬馬 屬羊 屬猴 屬狗 屬豬的朋友 好 來 那今天我們要講第一個生肖 就是生肖屬老鼠的朋友 有屬老鼠有朋友在線上嗎 好 屬老鼠的朋友有一顆星叫做太陰星 太陰這一顆星就是利女不利男 所以女生在農曆二月份 運勢可以逢凶化極 特別的旺 然後也比較有很多的機緣巧遇 那男性朋友相對就會比較辛苦 那男性朋友就要特別注意什麼 盛防一些是非 不要去捲入一些複雜的人際關係 然後平常也要做好節身至愛 不要有這些複雜的男女的情感 糾葛裡面 當你節身至愛的時候 自然你就會遠離是非 所以不管男生或女生 阿湯哥都建議你 可以趁這個月份 一樣桃花的月份多廣結善緣 也會幫助你在工作上 尤其做業務的朋友 有機會人賣同錢賣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 這個月你的貴人都是以女性居多 或者是你是從事有關於女性的一個用品買賣 或是行業也比較能夠大方異彩 所以在農曆的二月份 數到數的朋友 你的貴人就是你身邊所有的女性朋友 那女性朋友也就是你的肚母 所以要好好的來跟他們廣結善緣 然後數到數的朋友 在這一個月當中 比較要注意就是 也是很容易遇到一些豬隊友 有時候我們工作上 或生活上 難免都會遇到一些豬隊友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記得 用智慧來去交朋友 用智慧來去解決問題 所以遇到一些 比較讓你不順心的一些人事物 我覺得就是用耐心去處理它 不要用一些情緒 或是說抱怨 或者是在背後 講誰誰誰的不是 壞話 這個到後面 很容易會回向給你的 所以數到數的朋友 這個月就要注意 避免進入一些複雜的人際關係 跟口舌是非當中 要特別的注意 那數到數的朋友 在這個月當中 要注意什麼呢 就是呢 記得不要去管別人閒事 尤其別人的夫妻感情的事情 家庭的事情 不要太去介入 當你事情都沒有去弄清楚之前 你去介入了 你去插手了 到後面呢 你可能會變成公親便士主 那這個是阿湯哥提醒你的 那這個月數到數的朋友呢 可以多穿一些 白色系的衣服或飾品 那可以多穿金帶銀 或是帶一些金色的金珀 或者是銀飾品 金飾品都可以喔 好 然後呢這個月呢 可以多祈求 或者是多念觀音菩薩 多拜觀音 都會幫助你呢 無形當中 有如神柱 龍天護佑你喔 好 那有沒有生肖 數兔的朋友 好 數兔的朋友有嗎 來喔 數兔的朋友呢 在這個農曆的二月份呢 特別要注意就是呢 要注意自己不要受傷了 比較會有一些刀光劍影啊 血光之災啊 或是工作上呢 有時候呢 不小心就受傷 可能被刀 就是金屬的東西化傷 所以數兔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要注意這方面的血光之災的問題 那這個月呢 會讓你遇到比較多的變化 多端的一些 就是事與願為的狀態 不管是工作或生活上呢 我覺得 可是我們人呢 不要給自己設限太多 或者是有過多的期待 當你有過多的期待呢 有時候會變成是一種 一廂情願 那當你的期待落空了 你就會失落感就會特別大 所以我覺得 數兔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就是把自己呢 的心態 或者是生活呢 你就要記得兩個字 人是很無常的 無常 因為呢當你知道無常呢 的這種觀念 就知道說 其實一切的東西都在變化的 一切的東西呢 它都沒有所謂的永恆 這件事情 所以數兔的朋友呢 這個月會比較經歷一些 變化 多端 我剛剛講嘛 事與願違的事情 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會讓你呢 比較 傷心啊 會覺得有點遺憾啊 有一點難過啊 所以心理上的那種小劇場呢 會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數兔的朋友喔 這個月呢 我覺得多強練自己的心很重要 然後平常呢 可以多做一些大禮拜 大禮拜呢 就是一個懺悔的法門 然後它對你的 無形當中的健康 還有去除業力呢 也是很幫助的喔 所以有時候我們人呢 藉由一些 不管是做大禮拜也好 或者是你身體力行去做公益 做行善不失 也都很好 這個都可以無形當中呢 累積福德 然後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呢 化解一些無形的障礙喔 所以數兔的朋友呢 這個月剛剛講的喔 小心意外血光 還有呢 不要做過多的期待 以免呢 失望落空喔 好 數兔的朋友要特別的注意了 那這個月呢 數兔的朋友呢 我們可以為自己如何去開運呢 阿湯哥建議你呢 可以多穿一些綠色系的衣服 或身上呢 可以帶一些綠色的寶石 好 例如說綠琥珀 綠珀 那或者是綠色的玉石啊 綠幽靈啊 都可以 那這個月呢 可以多祈求綠度母 綠度母呢是除葬襲栽的度母 所以多祈求綠度母呢 也會讓你在這個月呢 好 然後讓你 關關難過 關關過 好 那有沒有生肖 數馬的朋友在線上呢 那數馬的朋友呢 在農曆的二月份呢 有一顆星呢 叫天德星跟福德星 那我們常知道呢 有福星來入座呢 代表就是說呢 好這個月 你基本上都可以 龍胸化吉 或者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 但是呢 福德這顆星呢 它也是比較立竿建議的 就是之前阿湯哥常講喔 如果你有 廣結善緣 你平常也修得一些好的人緣的話 那相信你在這個月呢 你會感受 跟感受到一些 好的消息 好的運氣 但是如果你當你這個月呢 感覺到一些 障礙很多啊 然後煩惱很多啊 煩惱很多啊 煩心的事情很多啊 那在福德這顆星路的這一個月份 基本上呢 遇到這些障礙 也是好事情 為什麼呢 轉格念來看的話呢 它代表就是 你的業力先出現出來 然後呢 告訴你說這件事情 要趕快的去處理 不要去 就是放著不管 可是我們人呢 遇到問題呢 它是好事情 因為就提醒你 趕快解決它 處理它 所以有些人會在這個福星路座的 這個月份呢 有些人會感覺到可能 身體上有一些毛病出現 欸 其實沒有人喜歡生病 但是呢 當有一些小毛病出現的時候呢 它也不會是壞事情 為什麼 因為呢 你知道問題了 就趕快去處理它 去面對它 所以不管你是遇到 健康上的障礙 還是遇到一些工作上 財運上的一些障礙 有時候呢 在福星路座的這個月份 就是讓你看見 事情的真相在哪邊 所以我認為它不是壞事情 那蘇瑪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還有一顆叫天喜心 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是想要 結婚生小孩 或求子 那這個月呢都還蠻適合的 那也有這樣心想事成的好運氣喔 所以蘇瑪的朋友呢 如果你是在這個人生大事方面呢 想要去圓滿它的話 那這個月份也算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好時間 好不好 加油 然後呢 天德這一顆星呢 也告訴蘇瑪的朋友呢 這個月一定要多去累積福德 廣結善緣 反而呢 在這個月呢 多去做一些好事 行善不思呢 會讓你在無情當中 可以累積福德 福報 會更加的迅速 了解嗎 加油加油 那蘇瑪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可以多穿一些紅色系的衣服或飾品 好 例如說 身上帶一些紅寶石啊 或是粉紅色的水晶啊 或者是這個 血破 都可以幫助蘇瑪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呢 可以增加好的運氣 然後呢 蘇瑪的朋友呢 這個月 就是呢 可以多祈求 大家堂哥講到 做明佛墓 因為做明佛墓呢 它的髮身呢 是紅色的 它是有紅色的光芒 它代表懷愛 代表大自在 好 這是提醒蘇瑪的朋友 也提供給蘇瑪的朋友參考 來 有沒有生肖屬羊的朋友 在線上的 來喔 屬羊的朋友呢 在2024年呢 是偏充泰稅 好 那這個月呢 要多注意什麼 邪光之災 尤其呢 車關的問題 好 不管是交通工具的保養 或是這個月可能會面臨到交通工具的一些損壞 或是在這方面花一些金錢 或者是呢 這種 行車的平安啊 甚至走路的平安啊 都要特別的注意喔 因為呢 有這個邪光 好 來露靈 所以會讓你在這個月呢 比較面臨到這些 血光自災的狀態 那有一些屬羊的朋友呢 可能是救急復發 好 必須要去 可能面臨到動刀啊 好看醫生啊 老毛病的這種病痛啊 好 屬羊的朋友呢 這個月比較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屬羊的朋友呢 這個月喔 其實 各方面都會有所進展 不管是工作 你的事業 或是你的金錢 等等的 所以總而言之呢 屬羊的朋友呢 這一個月 其實 多半都還是可以紅胸化脊 好 事情來了 就是面對它處理它 我覺得都是小事情 好 這個月呢很考驗你的耐心 考驗你的專注力 考驗你對事情的一種 解決的智慧的方法 好那我覺得很多時候呢 我們不管是行車啊 或走路啊 這件事情呢 你就要記得隨時專注 才能保持相對的安全 所以呢 屬羊的朋友呢 阿湯哥特別提醒你喔 那這個月呢 屬羊的朋友呢 可以多穿一些 紅色系的衣服或飾品 好 例如說 帶血鋪啊 粉水晶啊 好等等的 那你也可以呢 多去祈求關公 關聖帝君 好 多祈求關公呢 化解你的邪光之災 化解一些违緣障礙喔 好 讓你的好運呢 可以更加分 OK 好 那有沒有屬猴的朋友呢 屬猴的朋友 也不錯喔 有一個紫維心來入座喔 還有龍德心 所以對屬猴的朋友來講呢 農曆的二月份呢 算是你要全力衝刺你的工作 賺錢 或是呢 改善 斷捨離 這件事情的 積極進取的一個月份 所以呢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千萬不要太享福 也不要太享受你的人生 反而呢應該要在 好的月份 好的運勢 應該要多去努力扎根 或是多多努力去解決 可能有一些問題 當你努力去解決問題的時候呢 這個月 是你 從凶化急 或是讓事情呢 有所進步的 進展的一個月份 所以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一定要多多的去把握一下 好不好 會讓你呢 欸 有這種突飛猛進啊 甚至於呢 心想刺成啊 或者是呢 好運不斷的這樣的一個加分喔 所以這個月呢 也是特別恭喜屬猴的朋友喔 有一種 終於 拿回權力 權勢 或者是呢 終於好不好 強勢回歸的這種感覺喔 所以屬猴的朋友 我覺得 這個月 總體而言都有那種 進展 苦盡甘來的這種 好的現象 那這個月呢 還是要多盛訪一些 租隊友的干擾 例如說工作上呢 可能有一些責任 或是有一些 或生活上 讓家庭上這種責任啊 事情呢 難免會落在你的身上 會稍微多一點點喔 那我覺得呢 能者多勞 就是說 你的能力強 那多做一點喔 但是在你的能力範圍下去做 那這個也是一種 廣結善緣喔 其實 人呢 就是多多的去廣結善緣呢 才會為自己呢 種下更多好的成功的種子 這是很重要的 對屬猴的朋友呢 我覺得這個月你越大氣 越不計較 你會在運勢上更加分 好 那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可以多穿一些黃色系的衣服 例如說 咖啡色系 鵝黃色系 都可以 那還有呢 就是帶一些 蜜辣啊 金珀啊 黃水晶啊 這個也為你呢 帶來食材上的一些能量 那這個月呢 屬猴的朋友可以多擺土地弓喔 土地弓 也會幫助你呢 心想事成 風春化吉 好不好 有如神柱 好這是提供給屬猴的朋友 一個建議跟參考喔 好 那有沒有屬狗的朋友在線上的 來屬狗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阿湯哥就要提醒你了 有一顆星叫小號星 特別容易 沒有控制好預算 花錢 好不好 甚至破財 然後呢 忘東忘西的 所以呢如果屬狗的朋友 這個月呢 有出門在外 旅遊的話呢 就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錢財財務的保管 一定要保管好 否則呢 哇這個錢 採亂放 手機不見 或什麼東西又要重新再買 哪裡都 東壞西壞的 反正這個月呢 會感覺好像這個錢呢 走進又出 有一種那種破財的跡象 那屬狗的朋友呢 在2024年呢 本來就是有這個 正聰太歲的問題 所以正聰太歲呢 也要記得選按太歲 那你身上呢 可以呢 多 就帶一些 帶一些就是 太歲符啊 或者是九宮八卦啊 也可以幫助熟狗的朋友呢 這一年都平安 或身上可以帶一個紅繩 都很好 然後呢這個月 要注意自己的 磁場呢 比較低落 當磁場低落的時候呢 你出入一些比較 磁場比較差的場所 那你就可 比較容易 有些體質敏感的 特別容易就會有一些 就是沖上 或者是 不舒服 病痛 病災 這一類的問題產生 那盡可能呢 不要進出一些 醫院啊 商家等等的 那如果真的必須要去的話呢 那建議你呢 回來之後 一定要進家門之前 先用五寶草跟五噴一下 或者是這個 除脹草 燻一下 這個呢 把磁場空間呢 有個正能量的提升呢 也會讓你 排除這個負面的 能量的干擾 這是提醒蘇狗的朋友 那蘇狗的朋友呢 這個月 要記得不要太過鐵齒 鐵齒的意思就是說 人家告訴你 什麼東西 千萬不要做 那或是說 不要亂投資啊 不要亂幹嘛 我覺得你就是 多聽 多看 多評估 不要一意孤行 蘇狗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最怕的事情一意孤行 當你一意孤行的時候呢 那就不得了了 你就很容易呢 一步錯 步步錯 甚至於呢 為自己呢 種下日後 有一些禍害的種子 所以 蘇狗的朋友這個月呢 一定要特別小心 這個月算是一個 你必須要非常謹慎 判斷事情 跟做事情的一個月份 那蘇狗的朋友呢 這個月要提醒你 如果出門在外呢 要記得 吃東西要特別小心 特別會有這種 鬧腸胃疾病的問題啊 或是說 出門在外呢 旅遊的時候呢 健康 抵抗力這件事情 要記得要多培養好 或是該要帶的一些 預備的藥品 一定要記得帶 因為特別容易會有這些 可能讓你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 困擾著你 你就會覺得好累喔 心很累 身體也很累喔 所以這是阿湯哥提醒蘇狗的朋友喔 那蘇狗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一樣可以多穿一些 紅色系的衣服喔 比如說 紅色粉紅色 橘紅色都可以 然後呢 身上可以帶個紅繩 或帶血破 粉水晶都有幫助喔 然後呢 這個月蘇狗的朋友呢 可以多去拜土地公 土地公呢 也是我們生活周遭的 護法神好朋友 多拜土地公呢 多祈求土地公呢 也會幫助你呢 好運好事連連而來 好不好 來接下來呢 有沒有生肖屬豬的朋友 來喔 屬豬的朋友呢 對 有一顆心呢 就是無鬼心來入座 代表什麼 容易扮小人 所以呢 這個月呢 低調、謹慎、保守 就對了 不要太過張揚 也不可以太過炫富、高調 因為屬豬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如果太過高調 那你就很容易呢 被人家呢 當作什麼 眼中釘 或者是呢 被人家 嫉妒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屬豬的朋友呢 這個月一定要記得 持飲保態 保持低調 然後呢 讓你低調中 自己要努力 那你會發現呢 機會會很多 不管你賺錢也好 事業也好 都會有很多的機會等著你 那這個月屬豬的朋友呢 舉凡在簽約 或是在答應別人 要做什麼事情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後行 以免呢 吃上官司 或是說 會有一些 是非 甚至於 這個月簽約啊 等等的 都要看清楚這個條約 合約的內容 否則你一衝動決定一些事情呢 你就會因為 這方面 作業上的疏失 而讓自己呢 造成損材啊 或者是被人家 落下把柄 然後日後呢 就會被人家一直縮嘴 或是被人家陷害 或者是 這種趁機 來打壓你 所以呢 屬豬的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疏意 那這個月呢 要記得多穿戴一些 藍色 黑色 細的衣服 那尤其可以戴一個 黑曜石 或戴瘟破 在身上呢 都可以排除一些 負面的磁場跟能量 然後呢 也會讓你呢 防小人 然後這個月呢 可以多祈求呢 歡世音菩薩 歡世音菩薩呢 聞聲就苦 幫助你呢 觀觀難過 讓你的心願呢 上大天庭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都會有一個 美好開運的農曆二月份 記得喔 喜歡今天的直播 要幫阿湯哥呢 按追蹤按讚 以及分享 以及呢 也可以去關注一下 阿湯哥的YouTube頻道 好不好 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